本集由全台貓腳硬店家香港presscard以及馬來西亞 蓋牙卡店贊助播出 快點養我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芒果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副火衣不佳藍堂花的牌族 那有些人看到說 欸奇怪藍堂花它不是草系的嗎 來各位你們都忽視它的特性 它的特性是讓自己的草系和火系的寶可夢 都會加20的攻擊力 所以說你看我兩隻的話我可以多加40的攻擊力 這時候剛好就可以迷比我們火衣不的 第一招威力偏低的這個弱點 好首先看一下我們的衣不 手貼一顆基本能量可以直接從牌組拿一隻 它進化上去的屬性衣不 那如果我們貼火能量 就可以直接進化成我們的火衣不啦 來火衣不第一招打30滴 那可以至多從手上貼三個基本火能量 到自己的場上的寶可夢身上 你想怎麼貼就怎麼貼沒有問題 來第二招打190滴丟掉兩顆火能量 那有些人就會說190滴說真的傷害其實也並不是很高 如果沒有頭巾的情況下 基本上都沒有辦法秒掉一些鵝一接進化的寶可夢對不對 好那所以說這時候我們就用我們的藍堂花增加攻擊力 如果你場上有兩張藍堂花的話 那我們攻擊力變多少 230滴 230滴說真的加個頭巾260滴 也是非常非常的痛了吧 你會發現 嗯nice 好 GX的話打自己墓地的火能量數量乘以20 所以當你的火一步真的打到最後能量出不來 我告訴你不用緊張 我們直接GX給它開下去也沒關係 打出這個大爆發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比克提尼 那打出大爆發之後不小心又被幹掉了怎麼辦 來我跟你講比克提尼就是我們反敗的關鍵 來打自己墓地的火能量數量乘以20 有人就說跟剛剛火一步的招式不是一模一樣嗎 不是喔 他打完之後必須要把墓地的所有的火能量全部洗回牌組 所以基本上各位 基本上 這隻小V一定都只能用最後一下來收頭的時候再用 這樣你懂嗎 除非你真的逼不得已 不過基本上小V來收頭是非常非常nice 因為你火能量全部到牌組的話 基本上你應該沒什麼戰鬥力了 有沒有沒什麼戰鬥力了 因為你下回合可能必須要打火石拿出來 再使用我們火一步的第一招來做充能 那基本上這個充能這個動作你下回合應該就輸了 好那接著看一下藍堂花的特性 第二招基本上完全用不到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蝶蝶 蝶蝶放一張以背部食之需 那再來打火石放四張不用講 就是為了齁 不管是後手的話一定要強制開到我們的打火石 然後從用我們的火一步第一招直接貼能量 這樣懂嗎 貼完能量我們就可以做之後的combo一些爆發了 再來這副牌非常非常的吃鋪場 所以放了四張槽穴球 吃什麼鋪場呢 第一我們的一步至少要做出來兩隻比較好一點點 前面就是我們的我們的火一步 後面可能備用一隻一步沒關係 那再來再來注意 我們的藍堂花盡量一開始就直接做好兩三隻出來 沒有關係好不好兩三隻 那再來我跟各位講一點 如果我們的一步後手一步還沒有進化的情況下 那我們如果用第一招手貼的話 我告訴你是可以進化的 但是在這邊芒果不建議先進化 不建議 如果對方有懲戒場地的話 那就很尷尬啊對不對 所以說芒果是不建議先進化的 好再來的話就是我們這個單架 單架放一張一倍不時之需 如果對方一直針對你的一步打的話 會比較尷尬對不對 好再來的話高級球放三張 因為這副牌說真的要抓的東西其實並不多 基本上只有要抓藍堂花跟我們的蝶蝶 可能比較需要用到我們的高級球 所以說這副牌潮穴球放四張 高級球放三張也沒有問題 再來火場地丟一張手上的基本火的量 從牌組上面抽三張牌 那就是個綠牌手段 再來破陣 蠻我講過了 破陣的話 手上進化 雙方 雙方手上進化都會先扣30滴的血量 這時候 如果你的190真的打不死人的話 也許他被破陣弄到了一下 血量就剛剛好被在你的整殺線 所以說我覺得這破陣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有人就問說 奇怪那我們藍堂花不是也會扣血嗎 我告訴你那藍堂花就沒有 完全沒有影響 因為我就算100滴跟70滴 好像也沒什麼差 對不對 除非對方真的是容奈的話 那可能就不要用破陣了 因為破陣的話比較危險 他對方是容奈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用火一部跟他一壞一 這樣懂嗎 好 再來的話 應該就是我們的竹籃了 竹籃四張 古芝麻三張 這些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酷酷一芒果 故意放兩張 有時候對方如果真的不小心躲掉 那破陣的效果的話 那血量210 我們就直接 火一部加酷酷一 也可以打掉對方 有沒有發現 好所以說 芒果頭巾也只有放兩張 因為我們這個傷害其實可以 自己來做操控 那火能量放15張 應該是絕對夠用的啦 你只要騎手騎倒 不要7張都是火能量 好不好 就這樣子 好那馬上來測試看 這牌非常非常的簡單 那也非常非常的暴力 好不好 好馬上來看一下對手是誰 超跟2 這什麼東西啊 OK 先手喔 其實我覺得我們後手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告訴你 先手有先手的好 後手有後手的好 為什麼 因為先手可以進化成藍糖花 你懂嗎 我們第二回合可以進化成藍糖花 所以有可能齁 對 啊靠腰這什麼手牌啦 看 欸太誇張了吧 這手牌 這手牌不太對吧 嗯 一步 這什麼東西啊 一步 好先進化沒關係 頭巾 頭巾的話 我想想看喔 可以先貼 那這個的話先不要開 破證先不要開 因為對方下一回絕對不可能進化 哇靠這手牌 嘖 這手牌好爛喔 我的媽呀 我天哪 這手牌什麼鬼啊 好啦算了來吧 喔越一步是不是 越一步那我小V等一下可能會摸死 要小心一點 好那他會打我嗎 30滴直接撤退 欸不一定喔 30 50滴 約一步鎖羅 不換是不是 好那我就直接撤退了好不好 那這的話可以下了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的話 我覺得先不要開好了 哎呦 欸我覺得好危險喔 我想一下喔 1 1 2 哎爛湯花真的好不想丟喔 不過沒關係啦 1 2 3 4 來射退 來直接打第一招 60來1 2 3 全部給他了 1 2 3 2 2 3 1 2 3 1 2 2 1 3 3 1 2 3 1 2 3 1 2 3 1 3 4 1 4 4 1 2 2 尷尬 吹風機哇尷尬 好沒關係 我還有一張 哇太順了吧 不要進化喔 拜託不要進化喔 我還有一張破證 哎呦 欸我覺得有點痛欸 好 潮雪球 我的比克提尼要死了啦 嘖 我到底被他打掉啊 哈哈哈哈 我的手牌喔 誰可以救我 唉算了 不是啊 放四張潮雪球 結果都沒有出來 怎麼回事啊 太誇張了吧 沒道理沒道理 真的沒道理 好那這回合應該是殺掉我啦 殺的掉我 情況下我看一下 我的這個可以打多少 呃 4 5 6 6張6 6 一個60 120滴而已 120滴 呃好像也不足以秒掉他齁 嘖 那我頭巾洗回去對不對 對啊 你看這破證有用了對不對 好他一下拚雙5 如果沒有拚到雙5 基本上他就完蛋了 他被我打爆了 有哇靠 尷尬尷尬 各位這下尷尬了 好喔 好喔 嗯 我突然覺得齁 我這個棋手雖然不太好啦 可是還是可以拚拚看啦 但是 唉唷 來了來了 來吧 好喔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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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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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爽了 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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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先這樣子 好,芒果現在再用力的做招一下 我覺得他有點想打那個double kill的感覺 所以我是不是應該現在把越境抓出來搞啊 好,沒關係,我等一下是有點想開GX啦,其實 不過沒關係,我等一下拼一下打火石 有打火石應該就沒問題了 目前打110 我那場地要想辦法把它壓掉 好,我現在GX可以打140對不對 140基本上,我想想看喔 嗯,竹籃先 好,竹籃先 來個打火石吧 我靠,不要鬧了,沒有打火石 我剛剛有打火石的話,基本上就贏了吧 他現在有這個雙5的話,我會被double kill double kill的話,我的火衣不 剛剛沒有打火石,有打火石基本上應該就 喔,水喔,要拼是不是 我剛剛有打火石的話,基本上我這次就可以秒掉他啦 對不對,一定秒掉啊 哇操 欸這有點屌 欸這有點屌 不是我在說啊 這有點屌欸 9 10 11 12 13 還少10滴 酷酷1 250 可是我要拼一下 我要等一下 好,沒有雙5 看起來太爽了 好,那他應該也直接打第一招跑掉吧 我在猜的 啊幹,有 喔沒有沒有沒有 來GX拔掉是不是 好,GX 你要拔誰的 OK 想一下喔 想一下喔 單價喔 酷酷1 應該是贏了啦 我覺得應該是贏了啦 來1 2 應該贏了吧 我打火石到底是用到幾張啊 為什麼不見 還有3張 居然都沒有抽到 好啦算了 反正現在應該已經穩定了 因為我傷害其實有起來齁 對不對,因為我的小藍桃花傷害有起來 所以說我等一下190 可以打到230 230 所以你看我剛剛190 欸我剛剛可以打90 就是30加兩個那個 藍桃花變70嘛 70加酷酷1 變90 OK 好他現在打Double key喔 基本上應該我贏了 因為我現在還有這隻啊 我這隻戰力還在啊 我等一下古芝麻不管殺誰都贏啊 Double key喔 欸這場刺激喔 可是月翼布配索羅這個 我覺得還不錯 這概念不錯啦 可是 沒有不好啦 可是我覺得好像貼能的問題沒有解決啦 我是這樣覺得啦 貼能的問題沒有解決 好 打出個大量傷害給你們看吧 190 210 250滴 你看 藍桃花 對火翼布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影響力 而且非常非常的痛有沒有發現 那我們剛剛一 我們的小V沒有沒有沒有死出來 這個 沒辦法被他拆能量 對不對 然後又被他Double key喔 沒有死出來 不過我們的他的招式 跟火翼布巨叉一樣 因為我們起手是小V 沒辦法啦 救不了他 好啦你就乖乖的去吧 呵呵 我們傷害打出的還不錯對不對 那這盤說真的 簡單又好玩 簡單又暴力 說真的非常非常暴力 那這個的話 呃 我覺得需要改地方 其實我倒覺得還好耶 沒什麼需要改 剛剛是蠻有太衰吧 那個起手和打火石都抽不到 這我也沒辦法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火翼布加藍糖花的牌族 就介紹到這裡啦 我是長年住在非洲的芒果 那就這樣子吧 掰掰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區 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都在我的粉絲頁及IG 我們下次見